大家好 我是曹卫东 美国近期把福特级的航母准备调到欧洲 因为计划是11月中旬到达英国南部的普利茅斯军港 这个普斯茅斯港呢 它是英国航空母舰的一个主要的主博地 但是就福特级的航空母舰来讲 它还是不能靠上码头 因为它有很长的一段 航道水比较浅 那么福特级它的排水量达到了10万吨级 这样的航空母舰可能只能在普斯茅斯的近海方向 毛泊没法近港 但是为什么美国在这个时候 要把两艘航空母舰都调到欧洲方向 都派到大西洋呢 以前呢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因为在这个欧洲方向 特别是在大西洋方向呢 那里有英国啊 就现在是两艘航空母舰 法国一艘航空母舰啊 就戴高乐级的 那还有呢 像意大利 它也有小型的航空母舰 那美国一般的有一艘航空母舰 在这里值班就足够了 那现在为什么要派两艘航空母舰来呢 有人说这个是为了打压俄罗斯 可是你想想看啊 就是如果美国一艘航空母舰的话 俄罗斯现在 它的库子涅佐夫号 还属于啊 维修的阶段 根本就出不来 那么在黑海方向 它的旗舰 就是巡洋舰 莫斯科号 都沉没了 都没有 它哪里有大型舰艇啊 你如果把这样的航空母舰 你开到黑海里面去 开不进去 它也是受海参的这个限制 它也没法发挥那样的作用 那美国为什么要把两艘航空母舰 在这个时候都开到大西洋去 这威慑谁啊 或者它想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现在把福特号 开到大西洋去 参加它的作战值班 是一种检验性的航行 或者是试验 因为这个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和前面的尼米兹级的 十艘航空母舰都不一样 因为它采用了电磁弹射 也就是它每周夜可以起降的飞机架次 提升起码20%以上 再有一个它搭载了 就是F35C这样隐身的战机 而且它是这个电磁弹射 这样的隐身的战机 那它的作战能力就大幅度的提升 再有一个就是这艘航空母舰的自动化程度 都比原来的尼米兹级有大幅度的提升 也就是它的整个的人员减少 但是由于新技术采用的太多 所以它并不是那么完善 那这样就带来了问题 就是它入役的时间比较晚 那么担任战备值班的时间也比较晚 即使是现在参加战备值班 我想可能美国海军也不放心 所以把它不能够就是以一当一的来使用 而说还要有所谓尼米兹的航空母舰来作为保底 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试验性的航空母舰调到这里来 当然你调来之后 也许它能够完成这种作战值班 也许半道上会出现故障就趴窝了 所以这是美国海军它心里没有底的事情 所以现在派过来了 表面上看是两艘 但是实际上我们说它下一步的任务 主要是和其他的北约国家的海军进行联合演习 而不是说真正执行有海向路的作战 或者争夺制海权的作战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它宁可派两艘就是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 而不是派福特级的 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下一步可能要通过大量的联合军事演习 来检验它的性能 再有一个美国把航空母舰两艘派到这里 就要主导北约在欧洲方向或者大西洋方向的军力 因为如果美国的航空母舰不来 那就会产生像利比亚战争那样 由法国的航空母舰作为旗舰 由法国来主导北约在这个方向的军队 而现在美国来了 那当然就是以美国为核心 那其他的欧洲这些国家都作为辅助的船只 因为这次美国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这里 还有四艘核动力的潜艇 还有四艘巡洋舰 还有八艘阿里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 你想想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个舰队 它对付谁啊 对吧 你如果要从黑海方向你进不去 你这个离俄罗斯的岸边也很远 你不可能发动一个对俄罗斯的这种打击 那么你的这些就是兵力在这块 显然一是要主导就是北约的军力 二是要显示美国的啊 就是它的这种军事威胁力 对欧洲方向的军事支援和这种打击的能力 实际上呢 也是变相的向俄罗斯进行施压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美国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两艘航空母舰 特别是福特级的航空母舰 调到了欧洲来进行相关的部署 关于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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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